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整流二级管 我们知道这个二级管它的电路图符号 实际上就是一个箭头的形式 一个二级管它实际上就是一个PN解 里面就是一个PN解构成 那么像这种 实际上它也叫做二级管 只不过它有一个特殊的名称 叫做肖特基 那么肖特基二级管 它这个电路图代号 我们也是用二级管的符号D来表示 第四第五 这里有两个肖特基 那么一个肖特基 它里面有两个二级管 也就是说有两个PN解 这种肖特基二级管 它也有三个角 字面朝我们那么左边就是一脚 二脚三脚 一脚和三脚分别是两个奥基管的阳脊 第二脚也就是中间这个脚 就是两个奥基管的供应脊 也就是公共端 那么在这个开关电源电路当中 这两个肖特基二级管 它是采取并联的关系 我们看 它就是并联关系 为什么这两个肖特基要并联呢 目的就是增大功率 增大功率 也就是分流 说白了就是分流 提高这个电路的口靠性 安全保障更强一些 这种肖特基二级管 在这个电子电路当中 应应相当广泛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它的电参数 搞清楚它的电参数 好我们来看 这个肖特基 二级管的这个性能指标 只有刺透了它的电参数 我们就可以灵活运用 这就是肖特基整个二级管 我们这个开关电源 这一款上面它是 这个 5SR5A0系列 就是这个系列 它的工作电流是5A 工作电流是5A 耐压是100V 也就是目前我们市场上 做的最高的这一款 100V的这个电压值 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 点赞 收藏 转发 双击666 7 8 9 感谢观看